得了癌症的病人,最害怕听到点,大概就是扩散了吧,就好像一张死亡通知单,却成了癌症转移,就确定了要上黄泉路了。 广大癌症患者,应该都希望,肿瘤永远不扩散。 但是肿瘤专家告诉我们,肿瘤不扩散是不可能的事情,那么,肿瘤为什么会扩散吗? 肿瘤为什么会扩散?癌症是细胞不受控制的恶性增殖,要增殖就要获取养分。 对于上皮组织而言,重要的血管都在基底膜这一侧,癌症没有获取养分,就要通过刺激新生的血管来达成目的。 所以,扩散其实是肿瘤养活自己的一种方式,从上述的文字我们不难看出,转移就是癌症的关键特征之一。 如果没有转移,那么这个病连癌症都算不上了。 也就是说,转移其实是癌症的天性,有联庞数据表明。 在我们的身体里,每个肿瘤组织每天可向血液中释放300到400万个癌细胞,脱落的肿瘤细胞通过血液或淋巴流布全身。 一旦条件成熟,脱落的癌细胞会像种子一样在身体的变合组织器官种植,并迅速生长起来。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转移到癌症晚期,转移到多发,会严重危急患者的身体健康,甚至威胁患者生命。 但是,癌症细胞不是在哪里都可以生长起来的,肿瘤需要生长的微环境,只有适当的环境和条件,才能引发肿瘤细胞前移。 而血液或淋巴,就是癌症细胞需要的环境和条件。 肿瘤什么时候,开始转移,癌症细胞基本都会发生转移。 一般癌症短则数月长则半年,就会发生转移,肿瘤在长到1到2厘米的时候,就已经具备了转移的能力了。 当肿瘤细胞过度集中于集体的有限微环境时,这些细胞就会提动异足特定的基因,并开始形成类自于血管的结构,来营养自身的生长,从而促进癌症的转移。 当癌症细胞长出来,有利于自己生长的毛细血管以后,癌症对于身体的营养物质的吸收,会变得十分迅速。 这个时候也就是癌症生长速度最快的时候,未来能否战胜癌症,或许可以在控制癌症过散生长这方面多做研究。 目前,很多法相样物就是通过分子法相点来阻碍癌症生长,阻断癌症细胞试食营养物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